各位觀眾 歡迎來到特戰銀豪系列影片 我是瓜子 隨著大四賽結束 冠軍也誕生了 在這邊恭喜GMB 拿下柏林大四賽冠軍 特戰銀豪正式進入歐洲體系 比賽結束 版本更新也陸續推出 來到我們的3.06版本 主要內容是特務和地圖改動 這次可說是影響了不少玩家 OK 在影片開始之前 記得先幫我點個訂閱 並且打開小鈴鐺 喜歡這部影片也務必按個讚 算是給我的支持啦 另外 乖哥社群也幾乎都開放了 想要看生活照和精華的朋友們 就追蹤一下FB和IG DC主要是開在通知和日常聊天 突擊的話就是直播啦 連結都在下方 有興趣的版本記得追蹤一下 來到正題 3.06版本 我們先聊聊特務方面 這次總共動了三隻 首先 絲凱 版本字字 終於削弱了嗎? 我記得在上個月吧 開始跟各位聊到瞬爆閃 然後上個更新爆也稍微提了一下 沒想到 3.06版本 真的動刀了 還是其實是我在讀啊 官方說到 我們之前很滿意絲凱 越來越會控制自己的閃光 但最近發現這招變得太強了 某些情況根本沒法反制 所以這次加長了閃完後再拿槍的延遲 和拿起閃光的動畫 異計引導之音 數據顯示 釋放後和死彈體轉彎後的解除裝備時間 從0.5秒增加至0.75秒 發動後到閃光前的暖擊時間 從0.25秒增加至0.3秒 官方是希望 斯凱的閃光能盡量去配合隊友 而不是單打優先 昨晚我自己射了幾把 確實沒有像之前這麼無腦 就是多了一點讓敵人反應的時間 那像是基本轉角或者背閃 還是一樣猛 再來大絕分數從6點增加至7點 我覺得完全合理 之前6點真的太少了 畢竟他的大招可以探情報又致盲 而跟他類似的射服大招 同樣6點只能探情報啦 再來特務截體 本次改版最大亮點 各位截體玩家包含我 又被nerf了 CG穿雲衝刺 3顆煙減少至2顆煙 官方說 我們覺得給截體3顆煙太多了 感覺他隨時丟 隨意丟 隨便丟都沒關係 最好是沒關係啦 進點1顆 腳下一顆 至少就耗掉2顆 我後續怎麼打 總之之後丟煙要多花心思了 XG暴風旋刃 左劍殺掉人正常補刀 而右劍殺掉人不會再補刀了 官方說道 我們希望MAN截體的玩家 能優先使用單發飛刀殺人 玩出截體精準射擊的風格 說實話 這項改動我挺贊成的 我以前就一直覺得右劍飛刀很運氣 就像蠻多人會開玩笑說 你大招有沒有儲值 中距離射最看就知道了 那除了右劍補刀刪除 右劍傷害也回歸最以前版本 跟左劍一樣 統一傷害 一刀頭150 一刀身50 以上 你覺得如何呢? 我覺得煙霧少一顆 比起右劍補刀來得更傷 沒辦法隨時隨地混煙換位 禁點煙霧的運用也更看重了 那你說截體完全不能玩了嗎? 也沒有這麼誇張 畢竟拿G級加Dash的截體還是王者 就只是強度下降了一點 最後特務KO 這隻角色是非常可惜 從推出以來出場率就不停下降 已經快跟夜路步上同樣道路了 沒關係 我們來看看這次該了什麼 官方說道 當初推出KO我們思考了兩大問題 抑制效果在進攻時有多厲害 以及一般閃光能跟特戰號中的其他閃光共存嗎? 一開始以為能用拋的就是他閃光優勢所在 但當初把彈體發出訊號的時間設定太快 限制了技能強度 這邊說的意思就是敵人看到KO丟閃 不論是右鍵還是左鍵 敵人都能輕鬆反應 不論是看到彈體又或者聽到聲音 所以這次QG閃光驅動減少了延遲 數據顯示暖機提示時間從0.5秒減少至0.3秒 右鍵直出時的暖機提示時間從1秒減少至0.3秒 以移除飛行中彈體的音效 這次調整希望能幫助到特別會精算閃光爆炸時間的玩家 算是大大Buff閃光劑 暖機時間降了很多 飛行中的音效也移除了 再來大招方面也更動了 只要你開著大招倒地 能量拖會繼續釋放 也就是倒地後 抑制效果仍然維持 讓玩家在進攻時能有更多時間利用抑制效果打出優勢 以上兩招Buff 你說出場率會因此上升嗎? 其實我覺得不會耶 KO這隻角色主打的就是抑制效果 只有1技歸零0點能每回合釋放 但偏偏這招反制手段越來越多 總之我覺得這隻角色還需要一點時間才能回歸 特務方面就先聊到這 接著進到我們的地圖 這次地圖更新主要是把部分地圖的綠箱改為鐵箱 也就是從可穿透變成不可穿透 第一張圖天墨之俠 B點內的中間箱子改為鐵箱 進攻方的話包裝這裡可以阻擋Cantine的槍械 包裝這裡的話可以阻擋Blink槍械 同樣的防守方也多了一個能藏的點 但照地形來看攻擊方幫助比較大 第二張圖極地航崗 B點外面的兩層綠箱改為鐵箱 沒辦法像之前一樣在ORANGE傳色騷擾了 你們還記得吧 之前教過你們的聖騎兵牆 這樣蓋我覺得還是很實用 但說實話 這張圖書聖騎有一半原因 都是為了阻擋原本的綠箱 現在改了感覺別隻角色會更合適嗎? 同樣的防守方也多了一個能藏在箱子後的點 各位可能要多注意了 第三張圖移落境地 點內角落獲得兩層綠箱改為鐵箱 單純是用來擋CT進來的槍械 可能回防確定下包位在角落就能穿射 但又下這個包的機率其實不大 通常都會嚇到C龍看得到的 所以這個影響不大 第四張圖意境空島 A點內其中一個綠箱變為鐵箱 增加了A點防守優勢 曾經進攻方收這個點其實蠻容易的 槍灌一灌就知道有沒有人甚至配書法劍 等於你現在必須用雷或者進點內才能清了 而且防守方也能看時機往回走到HELL 第五張圖 捷徑之地 三箱的中間兩層綠箱改為鐵箱 這偏向防守方優勢 有時候可能人在三箱後很容易被A秀的穿射 改了這個鐵箱比較安全了一點 OK 那地圖綠箱改鐵箱就差不多到這邊 以上3.06版本更新報 針對特務和地圖做了改動 特務方面最大看點還是解題 我記得在版本更新推出之後 外國就傳出蠻多崩盤消息 像是韓國解題好像整個結束了 各個MAN解題的都發表了文章 不知道你們是不是也這樣 至少乖哥我還撐得住 最近雷娜玩的比較多一點 那地圖方面就是極地韓港B點的鐵箱了 可能那張圖聖騎出場率會下降一點 但想想其實多層防護也不錯 就再看看囉 還有新圖天墨之俠也正式加入一般盒競技模式了 不知道各位熟悉了嗎? 後續有發現到一些觀念在整理給各位 天墨之俠報位影片也會盡快出來 對了 瓜哥這次有報名特三號的校技杯 後續確定之後會公佈日期給各位 還麻煩各位支持一下啦 那影片就差不多到這邊 感謝你看到最後 我是關子 別忘記了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